公益金在7月通车的西部通道 举行百万行 有3万人参加 筹得大约800万元的线款 刘晓宜报道 1 3 财政司司长唐英年 为百万行主持起步礼 3万名参加者按手阔步 在深港西部通道上 连城长长的人龙 这日之下百万行 可以说是耐力的考验 连坐BB车的BB都要出一分力 刚才开步礼那时 都走了几步 不过我怕它累 那么远途 当然是车子先 能够在通车前率先踏足西部通道 分哀有意义 因为这条桥连接香港和内地 很想欣赏一下条桥 看看能够能够 大会预算参加百万行的市民 需要用两个小时完成全程 不过这位休班警员 就只是用了三十分钟 跑完全程 你自己觉得怎么样 玩玩而已 心情怎么样 很开心 很好的风景 今次只是开放西部通道 香港路段约3.5公里的桥面 来回全程7公里 其间有一名老虎跌伤 也有参加者不舒服 需要到救护站休息 大会设立了三个救护站 为不舒服的参加者提供急救服务 沿途也派出救护员提供协助 今次百万行共筹 留得800万元 将会撥给儿童 和青少年服务机构 作慈善用途 亚洲电视记者刘晓宜报道 而在深圳方面 也开放西部通道 给2万名市民视线暴行 2万名深圳学生 和各家人士 在市长许忠恒 和其他官员带领之下 一起出发 行走西部通道的深圳路段 深圳市政府说 希望借今次的活动 给深圳居民率先参观 加深他们对新通道的料理 深港西部通道横跨 生态价值极高的后海湾 有环保团体占心 在通车之后 大桥的灯光 会滋扰附近的候鸟 又希望当局会继续监测 来往车辆排放客件 程思婷说下 将会在7月通车 驾西部通道 横跨有高度生态价值的后海湾 以后大桥的路灯 和桥塔的照明 会在平日夜晚7点半开着 而在特别节日 例如7月1号通车当日 桥塔、桥侧和斜拉索灯式 更加会全部亮灯 大灯式不会闲 以减低对附近候鸟滋扰 但环保团体仍然有忧虑 灯光对着亮灯或周边大灯的环境影响 其实这个暂时还未估计得到 希望它仍然控制一下时间 比如晚上10点的时候 尤其是那个区域 晚上10点周边的环境已经很宁静 它绝对不需要开到通顶 除了灯光问题 通车之后24小时穿梭港深两地的车流 排出的废气也令人担忧 地点始终是中港交流的一个交汇地点 国内会有很多的车 可能它的要求是用欧盟的 其实它排烟量的黑烟会不会很重要呢 其实那里反而它应该设立一些监察机制 去监察一些车排放黑烟 可能要抽验一下某些车 它可能用一些油的质量很低的时候 其实应该在那里倒截一下 盧政署说根据环境影响评估报告 通车不会导致区内空气污染超标 所以没有需要特别监察 盧政署也会按月观察附近泥滩的 鳥类品种和数量 确保那区的生态不受影响 亚洲电视记者邓斯庭报道